我是2005年回到中国的 2005年的时候我已经在BBC工作 他们已经给了我工作的offer 我也已经帮他们完成了一个纪录片 后来我说我要回中国 有一个BBC的全球的制片人就说 那你回去也可以帮我们工作 帮我们拍一些片子 我说比如说呢 他说你帮我拍这个奥运会 被征地那些湿地的农民 他们怎么有多悲惨 这个中国的黑小梅窑那些工人 怎么被压榨压迫 我说你都看到过吗 他说我看到很多报道 我想像的 我在英国一个月拿3000英镑 我回到中国回到我原来工作的电视台 一月是拿3000人民币 所以我周围很多的人来问我说 你是不是疯了 有这么高兴你 为什么不在那边留下来 我说首先这个地方你自己会待着舒服 你的家人在这里 你的朋友在这里 你周围的所有的都是你熟悉的这个环境 你回来你可以看到它一天天在变化 而且这种变化是你自己从小到大每天都可以感受得到的 比如说我自己好 我从农村出来的一个孩子 自己上大学了 在电视台工作 我一方面可以在这边很高兴地从事自己喜欢的这样的一份工作 然后一方面我自己的生活我变得越来越好 所以我已经来不及去抱怨这个不好那个不好 因为每个人都在这样的投入 你把自己变好了 你不是把这整个国家变好的一个很重要的部分吗 有一段时间大家会以骂中国 骂这个政府不好为一种潮流 其实你本身是没有理由去质疑它的时候 可是你周围身边很多人都有那种浪潮的声音在说这个事情不好 你不加入 你不找一个话题去骂 你会被这个群体就 kick off 我们上大学的时候 很多教我们思想政治课 什么哲学课的老师 他根本自己就不相信马克思主义 不相信社会主义 那一代我们整个的教育体系很多教材不足的时候 或者说你突然门打开的时候 就发现外面一切都是如此的完美 如此的完善 包括它的这个教材 教育体系思想体系 大家都海绵一样的吸收过来 所以你完全已经被培养成 你是用另外一套价值标准 把你的头脑已经武装起来了 就我们的同学包括自己也好 然后你再用那一套的标准 来判断你身边发生的一切的时候 那一切都是扭曲的 可是事实就是这样 就是你已经 你的头脑已经被它的标准武装了 但是你用那套东西来判断 中国当然就会有那么多的不满 但是你去网上看一看 这种一旦被这种洗脑之后 你突然有一天醒悟过来的人 他会变得更加坚定 我给你举一个例子 台湾有一个小姑娘很红 她家里是祖祖辈辈 应该说叫本土派 然后她的祖父母 父母 她的兄弟姐妹 亲戚 都是坚信台湾是要独立的 台湾是不属于中国的一部分 因为他们这些年的教育就是这样的 她突然有一天看了中国的一本书 哲学书和中国的历史 她突然说 我二十年受教育都是 中国多么多么的不好 可是我突然发现 从这个书里 中国这么伟大 我原本就是中国的一分子 我不以这个为骄傲 而是被别人用 不断不断的扭曲的灌输 我不能跟这个国家走得更近的时候 所以她那种突然的顿悟 对她的来的影响是非常非常大的 所以有个叫做 就是深绿的青年 一本书变成了统派的青年 在台湾社会引起很大的震动 整个社会这个舆论 铺天盖地 对她的这种批判打压 甚至有绿营的媒体说 应该要把她 把她这个抓出来 在街上当场打死 她非常享受她后来转变的一个过程 她现在去做一本杂志 想通过她自己的例子去影响到更多的人 她跟我说 当你是被洗脑的时候 你突然自己醒悟过来了 那种坚定是任何人都拉不走的 我宁愿有一天 中国不让我出来 我也不愿意中国不让我回去 我是叶青林 东南卫视首席主持人 本集成的彩虾 像摄影 绿疫情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